造成困擾的 就把它统一就好了 所以教师节跟劳动节就给他放假 说要把教师节劳动节 通通变成国定假日 要放假大家一起放 民众党总统参与人柯文哲 公布劳动政策 直接点出劳工最在意的问题 我们的放假的确在全世界排名 看起来是算是少的 比方说劳工照顾价 关于这个劳工有一个基金 是不是可以从里面 拨一点钱出来 就付给这个请假的员工 要增加劳工家庭照顾价 有家庭的劳工 能弹性处理家里的突发状况 柯文哲不只想营造友善职场 还想让劳工生活更有品质 常常会有候选在喊 最低工资三万 有的就喊三万三 坦白讲 这个大家就乱喊一通 我想这也不是一个 负责任的态度 说不会选前乱开支票 而是依照科学数据 负责任调整最低薪资 但他也坦言得先解决 台湾劳动环境的 这些问题 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工时盛长 大概在全世界排名第六 另外一个是 老保费要破产了 如果你不做任何动作的话 估计到2028就破产了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柯文哲说当选后 作用科学解决眼前面临的 劳动问题 TVBS新闻 您要许回家 齐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